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没过一会儿因为白金女就找到了任务星 就在两人腻腻歪歪的时候 一个长坏人的女孩如花找到了任务星 幸亏有保安拦截 要不任务星这辈子算是毁了 其实如花是鸟人鱼 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帮人鱼家族更鸟人鱼星 这小子没事干就要填海 你当你是精卫啊 但是现在任务星根本就不知道她被人盯上了 她准备用声大驱散海岸附近的各种鱼类 以便加速填海 拜托有没有搞错 人家鱼类明天还要上班呢 任务星这个大魔头肯定要铲除啊 于是边巨群安排 她给如花打了个电话 万万没想到如花卸完妆以后还是挺好看的 经过一番不可描述 看着就尴尬了前夕后 如花终于见到了任务星 只可惜如花的智商为父母 任务星用蛇皮走位 有过了她的所有连招 难道你就是国父第一礼拜 此时此刻我只想为任务星唱一首歌 无敌是多么寂寞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后 任务星终于当着拜金女的面带走了如花 如花告诉任务星 前面就是我坐机的地方 要不要去试试看 任务星哼哼哟笑 结果一下车 任务星就掏出了两只烧鸡 我本以为任务星是个武功高手 每天就喝点露水吃点大力丸就行了 但是这货却大口的吃掉了小姐 顺便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吃完机后任务星掏出几百万支票 准备打半个话 没想到这货却直接把支票扔到了国里 然后两人就开始了一场比武招机 先是唱了一首爱情买卖 然后又去游乐园回忆了童年 等等 你这个女孩有问题啊 你不是杀手吗 你现在在干嘛啊 谈恋爱吗 经过小姐的提醒 儒华似乎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她想把任务星领到米奇妙妙屋 想让张一哥砍死她 只可惜儒华不忍心下手 任务星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下一次挑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天任务星约儒华出来吃饭 张一哥也来到了现场 然后他就被厨师切了 没错 切了 切完以后任务星就开始跟儒华表白 听好了两女 我有的是钱 你只要跟了我 机票大大的 儒华听完以后脸上写满了开心 所以他就随随便便跟任务星吵了一架 还告诉他 你个小次了 其实我是来杀你的 但任务星根本不听 他立马冲过去抱着儒华一顿门啃 还没啃一会儿 白金鱼就找上门来 两人只好就走分开 不过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啊 当天晚上任务星就闯入了人家族 还如愿以偿的被张鱼哥等人抓了起来 但是任务星不光武力之很猛 智商也很高 一番周旋后 他在如花的帮助下离开了人鱼家族 脱颖危险 任务星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着急手下血洗人鱼弯 而是找警察叔叔报警 听完了这货被人鱼绑架的事情 警察们非常悲伤 任务星之后回家找白金鱼 求亲戚 求抱抱 求举高高 就在想见一位马上就能看到想看的片段时 任务星却离开了白金鱼走了 不得不说 别人去这段编的 很假 根本就不接地气嘛 变化星子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关闭声纳 让人鱼族按时睡觉 而且这货还亲身体验了一下声纳 唉 有钱人的世界 我们真的不理解 更加不能理解的还在后面 损失的白金鱼突然改变画风 成了反派大boss 他就练着一大堆看着就挺狠的士兵 血洗了人鱼家族 如花施展了蛇臂走位后终于 被抓住了 白金鱼决定彻底拿下如花 哼 姐妹 你可以在我的男人面前撒野 但是我回来了 你就给我后射手 这个时候任我行 施展出一套从天而降的扔法 但是这货是角落地的 他抱起如花扔进了海里 哪怕身上被白金鱼射了两件也没事 而且最后他还没死 从此能够如花过上了没剩没脏的生活 这是一部相当无厘头的喜剧片 用一种让人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着环保的理念 强烈推荐大家去观看这部电影 非常好笑 好了说了那么多小姐想问问大家 如果先演出下部电影你们会去看吗 留言告诉我吧 好了解说也到此结束 那么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